香港煲湯实在是 大概可以做365天 365道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 这边请到的是我们的 陈宝生师傅陈希福 来跟我们介绍 香港的煲汤 这是什么 这里是有些鲍鱼 鲍鱼 那些核桃 核桃新鲜的 新鲜的核桃 现在龙骨在一起 在这煲汤的 有模仪的 木耳 白木耳 你刚来台湾 OK 了解 好 就是这 哇 各位 这封掉了 没有 你坐好 没有 是不是 你坐好 各位 鲍鱼 哇 木耳 核桃 对 都滋养甘肾的 对 非常好 OK 这要煲多久 这个要煲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 好 哇 那怎么好意思 对不对 真的 那我就吃一个核桃就好了 好不好 好 补脑 补脑 我是该补脑 你应该叫它的汤吧 汤底 那怎么好意思 煲汤 没有汤 全部都是料 都比较稀 香港煲汤就是不油 我不知道它油怎么处理掉的 你那个鸡的皮都没有了 好 很轻 因为鸡皮就有油 有油 所以我现在去掉了 所以我也没有油 你没有放中药吗 都没有吗 没有 十五个东西都没有 就一个核桃 蒸个核桃 好好吃 核桃就会有一个润的感觉 会出来 不是 我跟你讲 怎么会不好吃 鸡腿 对啊 骨头 而且它放了很多的猪肉 汤没有肉不会好吃 对不对 鸡腿又香 结果有这个油味出来 这也是一个知音补羊的 知音补羊 又可以调理 又可以 避免寒气